大学的使命在于培育优秀人才、创新科技与传播新知,并应用专业能量协助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世界的永续发展。 亚大自创校以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理念从未改变。 因此,亚大将永续发展理念融入在课程与校内外活动中,学生也不断接受了永续发展目标的训练及勋讨,将来也必定带着这样的信念在毕业后投入职场,并在全球环境、社会及经济永续发展中发挥世界公民的社会影响力。 今天,在学生学成即将毕业的日子,我们邀请全体毕业生在此立下约定,承诺自己未来要在职场、家庭、社会中发挥所长,成为实践永世异世的世界公民。 请宣示代表人吴又生、张伟涵及学生代表就位。 恭喜蔡金发校长监视 我,亚洲大学毕业生胡又生 我,亚洲大学毕业生张伟涵 在此代表全体毕业生宣示 未来毕业之后,无论在何时、何地、从事任何活动 都将尽我所能以永续发展目标为原则 追求可持续的经济成长 致力于保护环境与社会共融发展 持续在生活中关注永续发展相关议题 养成永续的生活习惯 肩负其友善社会环境之行动 并融入在我的个人生活与居住社区 于服务单位中将就学期间所学习到的知识 在社会上推动永续发展 成为一位更加具有永续意识的公民 宣示人胡又生 宣示人张伟涵 宣示人陈以琴 宣示人萧伟生 宣示人李新年 宣示人吴敬成 宣示人郭少春 宣示人王玉凯 有请闭委会会长郭少春 及学生代表签署宣示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